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你到周图,我是赵鲁 今集我们继续目的戏图,今次真的是最终一集,相信我 但今次和之前两集有什么分别呢? 根据历史,其实最原始的Rum走并不是Rice Rum 而是我们的Ace的Rum Ace的Rum代表陈阳三年四年甚至更久的Rum走 Rum的出现是因为后来蒸馏技术的发展 导致蒸馏机出现,引入到加勒比海才开始出现Rum和普及化 另外,古巴就是摩西图的发源地 其实古巴是因为热带地区,成产甘借 所以借堂也是一款特性的产品 今次我们做的摩西图是怎样呢? 用我们的Ace的Rum去取代White Rum 以及用我们的借堂去取代White Sugar 究竟音效有什么分别呢? 现在立刻弄来试试 我们下期 nope 我们下期下期见 好,先試一試 哇,這杯Mohito 不得了 當然用了我最喜歡的Sacaba 所以一定會好喝點,當然大家 大家真的有的,有意志就可以拿少許試一下 因為偏貴少許的 它有別於之前Mohito的清爽 它這款清爽是酸甜的清爽 並不是一杯很輕盈的清爽 因為用了一些Asia Rum 所以它的味道,怎樣也會複雜一點 對我來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像薑,有一點薑味 而且它有一點木桶味,有很多香料味 香料味這樣做出來更加明顯 對我來說是一杯很令我出乎意慮之外的 一杯Mohito 很適合我的口味 說真的,那Jacky呢? 我喜歡之前上幾集的那杯,比較甜的那杯 因為可能比較喜歡喝甜的 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留言問我們 記得喜歡這影片的觀眾 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 我們的channel和follow我們的IG 記得飲品是一種享受抵的理性喝酒 大家日後真的做的時候 可以用各款不同的自己喜歡的Rum 去做也可以,可能會撞出不同的新的味道 當然啦,如果最傳統的話 如果你想去上網找 古巴的,尤其是古巴Style 和傳統的Mohito 一定是用一盒Club去做的 但是我個人意見,我喜歡這瓶酒 所以我這次用這瓶來做而已 好啦,就這樣啦 敬Acer,我們繼續 Bye